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帳戶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及節目資訊 馬上追蹤 希望你支持 加入我們 一起建造全新的香港人網台媒體 今集有很多新聞跟大家說 亦都是推背圖裏的國際形勢 昨天星期一 即今個禮拜第一日交易日 相當精彩 港股是15500左右 其實港股跌得很慘 但是為什麼一直彈不起呢? 就是因為被A股的漩渦拖下去 A股上證綜合指數曾經最低跌到2630多 非常誇張 再推上原因是因為人民幣穿了721 這就在昨天的CC新聞解釋過 不詳細說 好了 那你自己內部的資本市場 都搞到一塊錢 現在就繼續進入一個 Depth Difflation 一個債務或者貶值的漩渦 內部都已經是這樣 那外面是什麼情況呢? 可以告訴大家 同樣這麼嚴重 逐樣跟大家講一下 好了 首先中國的經濟情況 面對著的問題就是 昨天那集Patreon節目 就分享了穆迪的看法 昨天的華爾街 昨天的華爾街 《豬土日報》 小火朋友未必看到 昨天穆迪 將中國的情況 這樣評論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一個 即是真的沒有再出現一些 能夠改變形勢的財政政策 恐怕中國這個通縮的情況 就會進入一個結構性的情況 好了 其中這個結構性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債務、內需 那你怎樣推動經濟呢? 經濟只有幾範的 固定資產投資、內需、出入口 主要是三範 我們逐樣講一下 我們講一下出入口那裡 其中呢 這個跟它出口也有關 內需也有關 就是產能過剩 因為無止境、無節制地 生產太多產品 傾銷全世界 所以看到現在歐盟 就開始查你的關稅 但是今天就不是說電動車 是說另一個 亦被中國壟斷的產業 就是太陽能電池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這樣的 歐盟當然有自己的太陽能生產商 呼籲緊急限制中國進入歐盟市場 他寫一封信給歐盟委員會 就說這封信能夠代表整個歐洲的太陽能光復製造業 太陽能呢? 其實也不是很多不同的儀器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太陽能板 轉換器 因為你要把直流變成交流電 交流變成直流電 因為你要把太陽能 儲存、輸送 再變成能夠用的電等等等等 這些太陽能板 這些converter等等 整個市場都是被中國壟斷的 因為這些結束是不是很高呢? 當然不可以說超高 但是中國就有一個很龐大的生產規模 再加上人口的勞動成本 就可以無理你那麼多的勞工保障 人權等等的東西 其中中國做了這些光復設備 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新疆 好了 這個團體就是歐盟的光復設備製造商聯盟 封信就說 2022年開始 中國的光復組件 經已進行傾銷 價格急劇下降 如果歐盟什麼都不做呢? 那就攬炒了 我們就沒得做的 這件事 這個叫做歐洲的太陽能製造理事會 ESMC 它代表幾間歐洲的太陽能設備商 80間 80間 它說直至2024年 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被中國的太陽能設備 傾銷地倒進來 它就說 麻煩 你有幾件事要立刻做的 第一 我們太陽能的庫存 全部都在這裏 因為沒有人買 你們全部都貪便宜買了中國的東西 第一 歐洲你要先買我們的庫存 其實也挺兇的 即是逼你買 好了 第二 借錢給我們 第三 麻煩立法制止那些強制勞動的 去能夠牽涉這些太陽能設備生產 即是說中國新疆的勞工 好了 他說如果你 打喉的兩三個月裡面 不做這些事情的話 喂 這樣 沒辦法了 你就麻煩用一些貿易保護工具 即是你又不買我們的東西 你又不借錢給我們 你又不立法去防止一些強制勞動的 那麻煩你直接用這些貿易保護工具 就減少中國進口了 我聽到這裡的話 我猜 這個形勢真的非常嚴峻 即是說 如果歐盟不做事的話 很多這些太陽能的光復設備 就應該全部破產了 你不能做 你不夠中國鬥 各位網友 可能會有些人會這樣想 搞錯 你市場競爭 即是叫做 自由競爭 你當然是適者生存 太弱流強的 你們批評中國 就是保護主義 不准市場 你又不可以進市場 現在別人做得好的產品 你又不給 那你就有好壞 不可以說自己 很不同 不同之處的是什麼呢 中國是補貼的 是不是 第二件事 你又真的不可能證明到 他在新疆、西藏等等 是沒有侵犯人權 沒有強制勞動的 而第三件事 我覺得頭的兩個項目都是廢 為什麼 現在說的是敵我分明 現在不是說自由競爭的年代 你們醒了沒有 你知道中國是什麼對手嗎 他是一個腐蝕性的 癌細胞腫瘤 你跟一個癌細胞腫瘤 說什麼公平競爭 你也可以說 所有有腫瘤 不用去看醫生 自由競爭 現在不是說自由不自由競爭 你活下來才再說 你被中國打炒了你的光復業 你是可以收工的 他就說 他是這樣說的 中國上年向二十七個歐盟成員局出口的光復電池大約一百九十億 就是這樣 那麼 OK 他就這樣說 他說 你現在要查新疆西藏 未必查到什麼證據 但是 這個委員的代表 他就說 什麼都不做的話 我們就死了 你 又想我們 你又想減少依賴中國的這些設備 光復設備 光復能源 你覺得很危險 你覺得這些供應鏈 不能依靠中國 那你就是要自己做 現在自己做 你又不扶持 那你是不是玩東西 現在這些業界就這樣說 我覺得很公平 你做這些新能源 當然是燒銀子 我做了出來之後 你擺明不夠中國補貼的 那OK 你說自由競爭 那你不補貼 那我就倒閉 那你自己選 所以你問我 很明顯 果然 做生意就不是說什麼 道不道德 你說新疆西藏 就是新疆 有沒有牽涉到這些強制勞動 你聯合國都有報告 大把人證物證 但是沒有人理 牽涉到自己的利益 就出聲了 他們的強制勞動 那樣 我覺得 歐盟如果這樣 一定要認真面對 也不是很難解決 你要證明它有沒有國家補貼的話 現在就是這樣說 沒有證據 就不可以說它有 無罪推定 但是之後就不會了 當你之後找了很多證據 就反過來 是你要證明沒有 而你是不可能證明沒有的 新疆有沒有強制勞動 你也不可能證明沒有的 那怎麼辦 加了關稅先 加了關稅先 你證明你沒有強制勞動 你沒有侵犯人權 你沒有國家補貼的 我就減你的關稅 關稅加到 歐洲這些設備 是夠資格 去能夠和中國去撼 如果就算不加關稅 第二招你也要補貼 鬥補貼 鬥銷子 那不是怎麼辦 要不就直接保護主義 所有中國這些光復的產品 全部不可以入口 或者用戶掣 你自己選擇一樣 就是這樣 所以 目標為本就是這樣 你要減低對供應鏈的需求 你就一定要這樣做 好 反過來 這些是防守的 我們先講一些進攻的 一個能夠令到世界供應鏈重組的重要角度 當然是印度 是印度 剛剛的Apple業績 Apple跌的 其實它的數字不差很帥 很帥 很帥 但中國大中華區跌13% 跌到大概200億左右 蘋果上季業績大約是1200億 中國的收入佔200億 大約16% 印度很少 只有60億 但增長48% 你看到印度的威力有多大 發揮到盡美 Just the beginning 好了 一直纏繞緊 就是關於手機零件的入口 上個月底 印度政府終於宣佈了 所有一大抽的手機零件 包括塑膠、金屬零件、SIM插頭、螺絲等等 全部減關稅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蘋果製造商就在印度 你要怎樣引導他們增產呢 就是當他們買原材料的關稅能夠便宜些 為什麼會牽涉這樣呢 這個就是中國始終有它的優勢 中國的生產原材料 很多都是自己不同的省份 都有齊 但是印度不同 有很多還要靠入口 入口如果你有關稅的話 在印度生產iPhone的成本 就不夠吸引了 就太高了 你一要跟中國鬥 你要從中國的訂單搶回來的話 將中國的產能搶回來 你當然是將你的成本降低的 你也不是看那些關稅 你要看大生意 其中代表Apple 就有一個遊說的代表 叫做印度手機和電子協會 他們極度想幫Apple 稅印度政府快點減低關稅 就是這樣 這個說服團還有很多是蘋果供應商的 紅海和石等等等等 印度手機出口 上一個年度增加了一倍 去到110億 一百十億當然是很少 其實印度現在想提供大些出口 希望目的繼續做正方向的事情 繼續減低成本 生產成本 然後搶著市場共產 講到印度 印度文武相傳 除了這些供應鏈和製造業之外 軍事實力都在不斷加強 何況現在與美國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之前有一宗很大的一宗 牽涉一個在美國做暗殺的陰謀 想殺誰就是想殺兩位美國公民 正是幫石克教組織去做顧問 印度的謀殺者牽涉到宗教的問題 當時跟印度的東西卡住了 所以簽不成這個賣無人機給印度的這件事 很明顯 終於談成了 終於談成了 現在會賣40億美金賣給印度 會賣31架MQ9B空中衛視的武裝無人機 就是這樣的 第一部分 繼續買多些無人機 第二部分 繼續扔資金 修建中印邊境附近的功勞 這件事 就包你中國 就睡不著 成安睡不著 如果印度能夠 能夠完善在中印邊境的公路 各位網友 那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當然容易調兵顯象 中國又很大 印度又很大 中印邊境又很長 你是守不住 何況那裡很多都是山區 你搞不定 但是如果有公路的話 這樣就差很遠 這個會是對於中國 後花園一個很大的威脅 和制衡來的 現在這個叫做 印度邊境道路建設局 就不斷得到印度政府的贊助 別人的基建 就是用來這樣用的 今年會用多少錢去收基建 一講基建 我們想一下什麼概念 是不是一萬億 是不是幾千億 是不是幾千億 一萬幾千億的港幣 轉回去美金 大約是一千幾百萬 其實就不止 你知道印度去做一條 即是修建 它不是起一條 由零開始 修建鐵路的預算是多少 上年 八億左右 這些人起工路這麼便宜 OK 今年整個預算 四十八萬億奴 其實也是很少的 非常之少 即使用美金計 也是極度少 但是呢 印度就開始在軍事方面 就不斷地步步進逼 這個當然是美國人的盤算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打 我只能夠不斷地提高你 真的侵臺的那個風險 OK 那個成本不是風險 那個成本 包括印度在下面就打著你 在海軍方面 一個澳洲 一個日本就打著你 再遠水路就是美國 就是這樣的情況 好 現在講地緣正事 其中一宗搞了很久 就是俄烏戰 俄烏戰 剛剛上星期 中國駐烏克蘭大使 就表示 希望將一些國際戰爭贊助商的名單移取 話說當時俄羅斯入侵之後 烏克蘭就將全球四十八間公司 包括十四間中國公司 就列為國際戰爭贊助商 它自己沒有法律權 不過它可以把 tonight list 就四處派 派通街 就是這些 也沒有法例的明明規定問題 但為什麼會暴跳魚 為甚麼會在中國外交部發言 因為如果這張名單 如果給了美國佬去搞 那樣就完全不同了 假設美國佬確認這個項目的話 他只要認為所有 我選一類似Shrift制裁的形式 這幾家公司 是中國的國際戰爭贊助商 我當然不做他生意了 如果經美國確認之後 這些公司在外國全部廢了 全球都廢了 全球48家 中國是14家 假設這14家被定為 因為國際戰爭贊助商 現在美國仍然是意惡下起的 當真是認真起來 這幾家是牽涉戰爭罪犯洗黑錢的 他們收錢 就是促進俄羅斯的戰鬥能力 戰鬥實力 有些什麼的例子呢 這堆所謂的 國際戰爭贊助商 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全部都納入這個名單 烏克蘭 要嚴厲地看待這個名單是非常之重要 外交部發新聞稿 將會約見烏克蘭駐華大使 為什麼中國又會買少少另外烏克蘭 怕呢 因為 這幾乎三成 接近兩成至三成 通過 烏克蘭出口給中國糧食 是佔 烏克蘭出口農產品的大約兩三成 800萬噸 還有烏克蘭三成的海運 其實是遷向中國的 所以烏克蘭或者俄羅斯 都是有一些原材料 是中國需要中國想要的 所以為什麼 就叫它買去怕了 OK 究竟烏克蘭 究竟烏克蘭在這裡玩多久 你 將幾十間企業 放在國際戰爭贊助商 你又沒有什麼後著 當然烏克蘭很被動 好了 但美國究竟你是實不為也 你究竟是不做 還是不知道呢 你現在 烏克蘭 中國 俄羅斯 中國俄羅斯 北韓 韓是一氣的 為什麼 北韓 俄羅斯這麼惡 後面有中國的 是吧 所以 你要盡快解決 幫輕鬥烏克蘭 除了給他錢 自衛之外 盡快削弱 中國的軍事實力 包括技術和資金 也不是做不到 只是拜登政府現在不敢很狠地做 如果你要幫烏克蘭 你一定要這樣做 我想不出有第二個更加好的方法 除非你直接攻入 俄羅斯 你也不可能 是吧 唯一 最好的方法 就是斷水源 很震撼的 當日的市場 插到2600多 就升上去 2700左右 當日 A股 就散了 曾經過千隻股票 跌停板 A股的股民 真是怨聲 哭哭聲震天 那些網民 就不能夠在微博上隨意 敷冤 你知道第一 有怕被何蟹 被禁 又怕出事 唱衰 唱衰中國股市 那怎麼辦呢 但他們虧錢虧了 就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史稱為 長頸鹿事故 這些真的沒得頂 什麼叫長頸鹿事故呢 就因為一大堆的中國的股民 也好 網民也好 就說這個A股 跌到仆街 但又不能在自己地方說 走去哪裏的微博說呢 竟然走去其他國家的 駐華大使的微博說 今天經典了 因為 你量你 你敢 雖然 都會做到事 即是說 在微博上面的留言 這個微博官方有很多事可以做的 譬如說 將你的 信息 按低它 將其他一些正能量的信息 扯回高它 但因為實在太誇張 太瘋容了 當日 當日是所有關鍵詞就是千股跌停板 A股又跌 這些是封 蓋都蓋不了那麼多 OK 好嗎 何況 走去別人的大使館 你在別人的大使館的微博 你都不能做得太明顯 就出現了這件事 大家都不太明白 甚麼是長頸鹿事故呢 講到長頸鹿事故之前 我給一個例子大提 這個是印度駐華大使 其他國家的駐華大使 那些帽子其實是很沉悶的 很沉悶的 你無可說的 你說了甚麼 都是一些 喬嚨下席的 那些 其中這個帽子 有一個 阿桑特市集 每年有甚麼 甚麼東西節 舉行的大型活動 其他這些帽子一般而言 只有一個頂籠 一千多個follow view engagement 你看這個帽子 7000個留言 900個分享 下面不斷地說 現在你看到的留言 我無法展示出來 因為我沒有帳戶 講A股的留言 就全部都放在底 這是一個例子 最厲害的例子 就是這個美國駐華大使 這個美國駐華大使的帖子 也有很多九不八那些 其中這個帖子 是講長頸鹿的 科學技術 透過什麼幫助科研人員 保護長頸鹿 你看他的帖子有多少個留言 18萬個留言 18萬個留言 不斷狂說 這就市稱為長頸鹿之亂 十幾萬 所以這件事 A股的跌 是直接拆出國際 所以為什麼 沒有辦法 習近平最終都要出手救 現在經常一個國際笑話 捉A股成為國際笑話 好了 但又出現了兩宗公關災難 包括 有昨天1點新聞說過 新華社做了一個商人跳水的帖子 人民日報更精彩 人民日報竟然出了一篇文章 叫做整個標題 整個國家都揚日著 樂觀向上的氛圍 然後那些人留言 立即Post A股插水的圖給他看 多麼嚴重 好了 為什麼毛利頭會這樣做 原來那篇報道 是人民日報在歐洲有記者 是鬼佬來的 稱為羊鬼子的五毛 鬼五毛 他又不知頭不知腦 做這些東西 就去轉發 結果就變成一個災難 好了 習近平說救市 又看看這次救市 這個1點鐘會更加詳細討論 但關於股票 這個跟推背圖裡面的金融戰有關 亦都是我無論在財經節目也好 從財經的角度也好 從推背圖金融戰的角度也好 都有提及到 都有預視了這件事 就是錢由中國走去引渡 這篇是南華早報的報道 所以它也不算是華爾街諸套日記 但絕對這篇文章也離譜 其實這篇文章也離譜 南華早報是這樣的報道 它就說 二十年前中國成為全球增長的一個焦點 現在資金不斷由中國流走 很大部分流向印度 講起流向印度 這也是我們投資的重點 大家拭目以待 這是我一個全新的課程 希望接下來會得到大家的支持 這是大家拭目以待 有很多基金原來將印度 經已定位為新興市場最體重的市場 包括超過六百億的對重基金 Michelle Valls 另外蘇黎世的Vountable Holdings 一個基金 還有專出名投資新興市場的 一個叫做Janice Henderson 沒有什麼所謂 這些大家都不會 不重要 最大的Golman Sachs 全部都將印度 視為一個焦點的市場 不用長加解釋 因為經濟增長 基建 外資 製造業 等等的情況 但是 現在的風險的確是高的 PE市值已經高於美國 新興市場是這樣的 印度在一月的時候 即是上個月 已經成為全球第四大市場 Monstanley 竟然預期2030年之後 會成為第三大市場 你可能覺得 沒什麼特別 不要忘記 第一大當然是美國 美國是將打後全部加起來 都不夠 看你怎麼看 因為 因為 第二大就是中國 第三大就是香港 第四大就是日本 印度就已經取代了 即是說 將會超越 日本 歐洲的不在話 直接成為中國之後的市場 這一點都不奇怪 另外 就是 它的債市 因為它的債市 現在佔外資的比例 非常非常之少 即是印度的債市 這就很難發展 你印度那個 除非要 不要 要多些時間發展 但是股票呢 譬如你買印度的債券 你對印度盧布 這是完全不流通的貨幣 但是股票呢 還是有些方法 基金 ETF 在最後一季 進入印度股票的基金 是創紀錄 美國交易的基金裏面 有四個最大的中國基金 流出接近十億美金 而根據紀錄 有一元在中國流出 當中有五毛錢 就流回到印度 那裏 那你就算再加上 即管看看 經歷過星期一的大跌 昨天的大反彈 那究竟外資會怎樣看呢 會不會又把這些錢 進回中國市場呢 那我當然覺得就不用想了 好 這裏都只是說金融和經濟方面 但是不要忘記推背圖是說什麼 七大戰戰 還有些什麼 科技戰和人權戰 科技戰除了敏感科技 也包含網絡攻擊 各位網友 連續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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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三單 是外國 投訴中國的網絡攻擊 這幾單其實是很大單的 因為你不只是一個國家去投訴你 是幾個國家都投訴你中國的hackers 進攻擊和嘗試盜涉他們國家的一些機密治療 這個是非常之大 逐個講一下 先講一下現在 跟你中國越來越起降的菲律賓 你想一下 其實菲律賓一個這樣的國家 沒有什麼畢竟的 但是你怎麼會肯和中國抗衡呢 背後有美國佬 在美國促成之下 菲律賓和越南展開了一個2加2回談 這個之前有報導過 近來發生什麼事呢 菲律賓的訊息和通訊技術官員 在星期一表示 經已阻止了中國入侵菲律賓總統網站和電郵系統的中國客客 這個是極度嚴重的指控 不過這樣 他說是來自中國 慶幸還未說關你政府事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立即說否認 對菲律賓的言行極不負責任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 菲律賓這樣說 你有責任就要提出舉證 但是中國 你也沒理由查都不查 立即說不是 對嗎 其中菲律賓的通訊部發言人 叫Venetto Perezzo說 今天在一月運作的中國客客 試圖攻擊菲律賓的通訊部電郵系統 菲律賓國家海岸觀察中心的網站 以至於小馬可斯的個人網站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說 菲律賓的個別官員和媒體 在沒有事實根據的情況下 對中國進行惡意的揣測和無端端的指責 甚至將這件事和中非的海上爭議有掛勾 是極不負責任的 菲律賓就說 我們不能說是否跟中國政府有關 但是這些威脅到我們網絡安全的 絕對是中國領土以內發生的事 這是一單 第二單 連續三單 荷蘭 荷蘭 在6號 荷蘭的情報機構表示 荷蘭的軍事網絡 在上年被中國支持的網絡間諜入侵 這是荷蘭的國防部長出來說 歐龍人 當然他不是中國人 這是譯名 他說 收到軍事情報安全局 MIVD和情報安全總局 AIVD表示 這些中國黑客 惡意潛入了一個軍事部隊的網絡 這些軍事部隊的網絡 不是研究什麼很機密的東西 只不過他們和軍事部門的主要系統是分開的 講一些非緊急的東西 但是都是別人的網站 他們這兩個情報安全局說 這個並不是個別事件 中國是針對荷蘭和盟友進行更加廣泛的間諜活動 這是第二單 還有第三單 日本 日本就是這樣說 這個再次左日星期五號報道 外務省傳一些機密公民的系統 被中國網絡攻擊 導致資料呆蝕 這是講外務省的電報系統 都幾罕見 但早在2020年的時候 原來是這樣 美國曾經通知過 就說在安倍晉三出事那一年 就通知過日本 就說日本駐外使館的網絡被中國接觸到 當時日本當然不可以很詳細地說 他沒辦法承認 我們被中國殺到 這樣 只能夠說這個就涉及機密資料 我們就不會回答 但是各位網友連續三件事 日本出聲 荷蘭出聲 菲律賓出聲 這牽涉歐洲 亞洲 東盟 第一件事 還有很多相類似的情況 我們要解答幾個問題 為何中國要這樣做 為何他們現在會說出來 還有會有何後果 中國為何這樣做呢 他因為要保持著 這個牽涉太多東西了 我們講的宏觀戰略是甚麼呢 如果中國能夠 可以把你們的不同的系統 第一 你們有甚麼對中國不利的訊息 他們會拿到 或者偷你們的資料 或者先行一步 如果你們真的有甚麼軍事 金融戰等等 對中國不利的話 我立即可以防範到 這就做了一件事 藉此希望鞏固中國的權利 所以是魚翁殺亡的 問題 有些當初不知道 是因為根本沒有意識 根本沒有意識到 中國會有大規模的網絡攻擊 第二 可能知道但不敢出聲 感怒不敢熱 現在為何會開始 如果不知道都會知道 因為美國歐盟開始分享這些資訊 開始跟別人說 以及美國佬的情報 都頗厲害的 連你的網站給中國 我都會告訴你 那你就要去確認 所以第一個 就是有資訊 第二件事 為何會開始這樣說 因為美國佬支持 因為你的世界 你看到歐美都出聲 現在西瓜靠大便 最重要的是 會有什麼影響呢 這就是全方位 當然第一件事 要去抵擋網絡攻擊 那些網軍 其實在網絡上有開仗 如果有證據證明 這是一個中國系統性的網絡攻擊 那你想想 還要怎麼投資下來 你攻擊我們網絡世界 你進行網絡攻擊 這個 你問我 簡直是一個開戰 只是在互聯網上 這是第一件事 你告就沒得告 你聯合國說出來 他蛇咬都不認 那你唯有 就是要削弱他的實力 你唯有減低他能夠攻擊你的能量 那個資源 這些攻擊呢 一要靠人 二要靠技術 終極都是資金 那這個呢 怎樣能夠做法呢 你就唯有 不斷努力地呢 將這些資金 由中國抽回來了 所以 為什麼我說中概股 這個uninvestable呢 那些資金會第一抽得很快 第二件事 所有牽涉網絡攻擊的公司股票 當然不可以再投資了 那問題就來了 有什麼公司會幫到 這些中國的網軍呢 你發覺真的無限大的 科技股不在話下 做晶片 現在全部都講AI 電訊設備商呢 騰訊有沒有幫忙呢 科技公司呢 你不要以為阿里巴巴那些沒有關係 可能沒有那麼有關係 那就是說 所有跟互聯網 跟科技 跟Cloud 跟Data的所有資金 只會繼續抽走 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你不可能阻止中國去吃你 就算你找到人裝備 你去哪裏呢 你告不到 你告到固然就好 但是人家南海眾籌 他都不去 因為他現在覺得他不需要 你是買去怕 而且他不需要負上代價成本 如果你想改變他的話 你唯有令他負上代價成本 好嗎 今天節目這麼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麼等啊 世界滿日的啦 滿日的啦 立即加入我們 試試工作室的Patreon會員 星期一至五 每日多一條件看 甚至更多 最低消費每月美金五元 三個級別 小火五元 中火十元 大火二十元 究竟有什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 立即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特別內容 節目見啦 拜拜 拜拜